這名男子明明考上的法警 在法官學院受訓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他覺得很好奇 所以去偷室友的東西 甚至還跑到隔壁的臺北歐洲學校 是偷走人家的制服 當場人贓俱貨 後來主要是因為這名男子沒有完成訓練 他當不成法警 還要被判刑 圍在士林的法官學院 居然發生切案 一名通過司法特考 原本要當法警的學員 偷走了同情室友的手機傳輸線 跟充電頭遭到法辦 法官學院隸屬司法院 有門禁管制 除了在職訓練的法官會來 通過司法特考的考生 例如書記官 直達員 法警 也到法官學院受訓 這名在宿舍犯案的學員 不只偷室友 隔壁鄰居 台北歐洲學校也受害 這名准法警偷了三件制服外套 兩頂制服帽 遭學校保全 當場逮到 犯案動機卻只是好玩 好奇 法院考量他以歸還髒物 也賠償和解 以兩個竊道罪 分別判拘役四十天和六個月 有期徒刑 緩刑兩年 想當法警 年滿十八歲就可以 但不能超過四十五歲 要考刑事訴訟法 法院組織法等比試 考過後要體測跑一千兩百公尺 男生五分五十秒 女生六分二十秒之內完成 補教老師分析 法警跟其他類似公職 像警察 監獄官比起來工作比較沒那麼累 當警察會要求升高也不能紋身刺青 有些人剛好過不了門檻 就轉考法警 即便有前科紀錄 只要這個前科紀錄本身不是因為貪污案件 或者是被齒夺公權沒有付權的狀況 其實都是符合報考的資格 准法警淪為小偷 他後來因為一直請假 並未結訊 至少上面不用煩惱他怎麼分發 但依據目前的法令 將來還可以再考 記者劉松林 吳上線 泰海報道